美女空姐跟著紅短褲挖人 來回衝刺 海灘上潑濤洶湧 形成最美風景 國軍年曆拍攝不只出人 戰機 阿帕器 坦克全出動 靠在自走炮上 身上只穿運動型比基尼 胸前畫出誘人弧線 另一邊直接踩在汗馬車上 特戰隊全敗倒在石流群下 成品出籃 雖然吸睛 不過空姐在坦克上面爬上爬下 卻犯了不對傳說中的大忌 中國人以前就說 女性同胞樂士來說 事實上是比較不潔的 你用不潔之物跨到這個 我們要殺傷別人的武器上面 事實上會有一些不盡的效果 沒當過兵的可能覺得不可思議 但剛入伍 老兵都會告訴菜鳥 別讓女生碰到戰車 更嚴禁跨砲罐 主要還是因為我國武器老舊 希望可以好好愛護 對保衛國家的武器 也是種尊重 我們叫民風開放 事實上軍方舉辦很多 全民國防的活動 事實上有很多小朋友 在所謂官士兵的扶持下 他也會攀爬在戰車上 做一個帥氣的拍照動作 時代不同 男女早就平權 早在2009年捷克軍方 就找來超辣名模 在戰鬥機上面拍攝閱歷 只是過往要拍攝軍方刊物 這些位子都有女兵或女官擔鋼 首次讓水水的空姐跨上坦克 擺脫傳統包袱 也算國軍一大突破 解析學華張良浩台北報導